哈喽大家好,我是猫猫无限,B站过人是藏龙卧虎,昨天我发了视频以后呢,有一个大神就回复了,说有可能是网络变压器的问题啊,也有可能是网络变压器这一端跟CPU之间的某一条通道是断的,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网口这边的话都不会上电了,我也不知道这个CPU内部的交换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,不过反正都费了那么大功夫,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网络变压器全拆掉了,这个相对还比较好拆啊,这两个真的是超级难拆,可以说18万兵器我全都用上了。 然后,这个按键都被烤成这个鬼样子了,板子这边都被烤,烤得有点发黑了,不过还好这个网络变压器呢已经全被我拆掉了,然后这个中间的过口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,换下来的网络变压器呢我也没心情一个一个的去测了,反正料板比较多,在料板上面直接拆就行了,随随便便就拆下了两个,网面拆下来以后呢,我这边就量了网边这边的端口跟CPU之间的通道,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啊,就是这根线跟CPU CPU之间是不通的,后来我就发现了,这根线定应的这个焊盘的焊点,铜皮有一点点掉了,所以说焊CPU的时候可能这个焊点的话就不通了,我等一下把这个焊盘做点针线,或者给它补一下,所以现在的问题是,可能之前的CPU有问题,也可能是拆下的网络变压器有问题,不过现在我也不想去深究是什么情况了, 因为这个CPU什么的拆来拆去太麻烦了,我就直接把我准备好的那个重新支下锡给它换上去的,然后把这个网边那也全给换了,如果这番操作下来还是修不好的话,那我是真的没办法了,现在先给我点时间,然后把这边这个针线活给它做一下 好了,针线活呢,我已经做完了,现在给它上点绿油啊 拿自外灯给烤一下 绿油呢,已经烤好了,那个刚才趁点烤铝油的时间呢,我给CPU制了个锡,再来干一下CPU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那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了 CPU呢,已经烤好了,我现在来打个组织看一下 之前测的话,这个 这个位置没有组织的,组织是无穷的 应该就是断路的状态,现在再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有组织了,再看一下它旁边的 旁边的650,应该都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我现在把每一个都量一下,看一下还有没有断线的 刚才花了一点时间,我把所有的网口的组织都打了一下 现在组织呢,都正常的 嗯,然后我把准备好的这个 网了笔牙起来给它装上去试一下 嗯,然后我们下来看一下 我们下来看一下,分解更好 嗯,然后我们下来看一下,我们下来看一下 看着我说,"在盖子上去几织了 在哪里面可以夷去的 是可以就像了一种 一种是可以? 大概一种是用 可以跟坚子创遊 텁 是它妈的 先放电来看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电压 我想了一下 还是把这边全给焊上去再量吧 现在非常我来上电量一下 行不行就这一次了 开机 开机是可以开机的 我来量一下 我靠还是没电压 哎呀我决定放弃了 苍天呢还是没电压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里的问题 现在是CPU要换了 然后这个网络变压器也换了 而且CPU换上去以后 量了各个管角对CPU的话 都是有组织的 而且组织是正常的 这上面的一些话我也量了 没有短路的现象 所以现在我是真的没办法 就这样吧 好吧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